这些国家捐给外国人民 我们的国民所得最高的 我们国力最强的 其他捐的都比我们落后很多 都比我们穷很多 那才真的需要人家捐 我们接受别国捐 其实都不是很好意思 我如果参与我对就很拍谁 怎么要别人捐呢 我不是没钱 我买就好 那相对来讲我们就太保守 老是靠人家捐 就是靠外国捐也不是办法 我是觉得说 第一优先是政府买的 这本来就政府的责任了 对不对 你又不是没钱 你有5400亿美金的外汇存抵 你不是没钱吗 所以政府 由政府的钱来买才是正办 这是第一优先了 那第二优先 那就是捐嘛 国内的捐 我们自己人有能力啊 对不对 郭台铭有能力啊 对不对 首富啊 台积电有能力啊 护国神山啊 实际有能力啊 他的信众遍布海内外啊 佛光山有能力啊 佛光辉 你看在美国势力多大 对不对 在LA 哇又大学啊 什么都有嘛 那既然 民间有能力 这也是我们的国力的延伸嘛 那当然 我们自己人能捐最好 真的不行 外国捐 那是没有办法才请外国捐嘛 你看今天外国人捐我们 我们看了一个表 台湾是 这些国家捐给外国里面 我们的国民所得最高的 我们国力最强的 其他捐的都比我们落后很多啊 都比我们穷很多 那才真的需要人家捐 我们接受别国捐 其实都不是很好意思啊 你觉得好意思吗 都不太好意思啊 我如果参与我对就很不好意思啊 那怎么要别人捐呢 我不是没钱啊 我买就好啊 前一阵子党郭台铭 后来大概这个党不下去了 因为舆论啊民意啊等等 给民进党压力很大 所以呢说好吧 那就开绿灯吧 又不甘心给郭台铭一家开绿灯 所以把台积电也拉进来一起 稀释郭台铭 那现在慈继说 说我们也在准备要捐 那你蔡英文态度是怎样吗 那显然现在态度不一样啊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那个行政院那个发言人 罗秉成讲的话也很奇怪啊 他说好不能比照 慈继不能比照台积电跟这个永宁基金会 因为那个是紧急采购 那慈继为什么不能紧急呢 他也是紧急啊 慈继不是紧急是什么呢 而且今天假如说 永宁跟这个台积电已经进来 已经进来了也就罢 你也还在审查嘛 那慈继加进来不是很好吗 一起嘛 有什么不好呢 那你既然答应给台积电跟郭台铭授权 为什么不能给慈继也授权呢 有什么不同呢 慈继的疫苗 跟台积电跟郭台铭授权是不同吗 都是BNT嘛 台湾现在一计BNT也没有 那如果说慈继 永宁台积电愿意把BNT进来 不是一件好事吗 加起来一千五百万计 对台湾就不无小补了 对不对 是好事你就放行嘛 那到时候如果他们真的进不来了 那进不来进不来台湾也没有损失啊 那能进来不是很好吗 这是一件好事啊 人在攻门好修行啊 那你们一直阻挡到底什么意思呢 而且那个理由不三不四嘛 理由都不通的嘛 郭台铭是紧急需要 实际就不是 郭台铭就可以发政府的紧急授权 实际就要原厂授权 你是不是双重标准吗 你有道理吗 你没有道理吗 你一点道理都没有嘛 所以这是我是觉得说 蔡英文不要再阻挡 因为就是蔡英文 不是别人 不是陈时中 更不是罗炳城 所以郭台铭一以道破嘛 就是蔡英文嘛 对不对 难道一定要逼到最后 实际信众那么多 几百万 信众 不高兴了 反弹了 社会大众 不耐烦了 甚至 实际上人 说吧 哎呀 既然 郭台铭先生 跟蔡英文说 见面就通了 那我实际是不是也跟蔡英文 要求见个面呢 那你蔡英文竟然是不见呢 那如果到时候 实际说来 我来当面见你 跟你解释 跟你说明 跟你拜托 跟你请求 那那个时候 场面就不太好看了 那那个时候你蔡英文 会不会改变态度呢 那一定要 要搞到这个地步吗 一定要这样不点不亮吗 跟蔡英文竟然是担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